各位各位好,現在是香港時間10月18號晚上11點 現在如果在德國時間,歐洲時間,卡特蘭的時間 或者就是黃昏五點 但這支節目我想說其實有關加拿大 很多卡特蘭都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歐洲那麼支持民主自由 但是對西班牙在加特蘭里亞很多的行為 包括現在西班牙法院 邦靈要封鎖民主海嘯的網站 為什麼歐盟好像沒有辦法 歐盟很支持香港 但是為什麼它沒有說處理西班牙呢 這個問題其實關鍵就是 如果西班牙出市,就真的會出市 真的會時已出的 所以就變成歐洲國家對西班牙的外政 基本上就很束手無策 我的問題根源在哪裡呢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是歐洲國家 西班牙的經濟其實很依靠兩個分離主義的地區 一個就是巴斯克,一個就是加特蘭里亞 如果加特蘭里亞離開了歐盟 不是,離開了西班牙 那西班牙的經濟就會有問題 因為巴斯克很大機會都會跟著走 那你剩下那些西班牙餘下的部分 可以做什麼呢? 農業 跟著是旅遊業 但是旅遊業是不行的 就是旅遊業 你想一下,Thomas Cook 執行 當然是多謝中國復星的好大歉 Thomas Cook 一執行 就很多西班牙的酒店現在收不到 那隨時有很多酒店 就因為周轉不到就要執行 變成對歐洲國家來說 就是如果他 現在我支持加特蘭里亞獨 有可能出現結局就是 西班牙可能連續歐盟國家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他的工業、經濟基礎搞不定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呢 歐洲國家就很依賴西班牙的廉價和產品 即是 在德國我都講過 如果你吃瓜菜 要是吃荷蘭的溫色瓜 那荷蘭不用說 荷蘭很成功 荷蘭將工業化 這個會依靠西班牙的水果或者蔬果 這樣就變成 你知道西班牙出事就很嚴重 所以某程度上就是 為什麼法國和德國要被迫容忍西班牙的行為 即是西班牙 他們不知道西班牙的那些人 有些是收鴨稅嗎 但我看到西班牙統派的情形 去到用鴨稅的敬禮 或者用鴨稅符號來反對加特蘭里亞的行為 你猜歐洲國家不知道嗎 歐洲國家人全部都知道 問題就是 好了 現在加特蘭毒了 西班牙倒下了 那 這個怎麼收拾呢 那個殘局呢 大家沒有答案 所以大家 現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出聲 即是你說幫哪一邊都不是 還有西班牙這個問題呢 也都先涉及其他歐洲國家恩與情仇 即是譬如你說為什麼比利時 在收容一些加泰流亡的人 那裏這麼強硬呢 立場 即是跟西班牙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比利時和荷蘭兩個 和西班牙的關係 你說是否去到水火不容 當然不是 因為已經過了很久 其實是獨立戰爭 但是 西班牙有依陷行為的時候 比利時和荷蘭會不會看得上 順眼西班牙呢 不是 即是大家作為歐盟國家 譬如大家要賺錢 OK 問題就是 如果譬如你說 要交出加泰龍尼亞的獨立領袖 不好意思 做不到 國外民意一定嚴重反彈 所以這個就是解釋到為什麼 加泰龍尼亞的獨立領袖 他現在流亡在布魯塞爾 這個比利時政府是會接受 會這樣做 即是他所謂流亡 又不是真的給你男人資格 他流亡的很簡單 總之就是你以EU公民身份 在這裡住你就繼續去住 總之你身份證有效 我就給你住 因為西班牙不幫你 renew 護照都不要緊 因為你在EU國家之間旅行 你純粹靠身份證都可以 在西班牙叫貓都連身份證都不renew 但是身份證的renew權力 很多在泰龍尼亞的 好實說 你加泰仍然有自治的話 身份證這個問題就不是太難搞的 真的 但是你看到這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加泰龍尼亞現在的抗爭 歐洲國家是站在這裡 原因就是這裡 即是他們 他們很圍牙就是 現在就是加泰這個鬥爭 因為他們是copy from香港 而香港的鬥爭在某個程度上 是由德國的學習回來的 因為他們是受到柏林的影響 那麼對德國就有點圍牙 就是究竟我持什麼立場呢 你說反對分離主義 那麼你德國就一定有媒體罵你 但是德國的媒體就相對獨立很多 如果你說支持分離主義 那麼又不知道西班牙這個怎麼收貨 所以你覺得德國選擇就是 不出聲 是加泰拉這個問題 那麼你是不是說歐盟禮善 我都會這樣說一句 是 以一個支持民主自由的立場 當然以支持加泰拉那個獨立運動 加泰拉如果是獨立的 仍然是EU Membership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即是你的Freedom of Movement 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問題是 你怎樣去處理西班牙經濟的問題 就是西班牙的財政支柱的問題 西班牙一直以來的問題是哪裡呢 就是他們習慣了手勢就是 那些人的福利我都覺得很爽 即是你們沒有想過錢從何來 即是那些人經常都想問政府的福利 特別是馬德里那些或者是岩步那些人 錢從何來 這些錢不會天外的 即是如果你了解一個社會福利制度 譬如失業保障 你失業保障的前提是什麼 就是失業保障金 就是有保障金 即是一個福利制度 都是福利制度 都是福利制度 其實都是因素 如果你仍然在一個因素的情況之下 那你真的有工作 是不是 你有人給人付錢 是不是 你不是說有人拿錢 就沒有人付錢 你現在西班牙最大的問題就是 卡特蘭和馬斯克都拿了大部分的數 但是下面的那些人就是這樣 當是ATM 那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能解決了 西班牙是要 如果它說我要發展自己的工業的話 我相信其實卡特蘭沒有什麼大所謂 我可以承認你走 就是說你會不會構成競爭 你總比現在這個局面 就是我不斷問你多錢 然後你就無數不貢獻 然後又要打破我的自治權 又不尊重我 是不是 因為你之前人民黨的那位手上 又做壞了 就是把關系搞硬了 就是拉海那種做事的手法 就是明明你 就是社會黨和喀特蘭那邊 談好了 執閉一個類似半獨立的地位 問題就是你要告入法院 炒別人的合作 人家第一沒有人跟你妥的 對吧 還有西班牙人對國家 分分合合的 沒有捷克斯洛伏克那些人 那麼深空廣闊 即是你無論捷克斯洛伏克 或者說德語那些民族 都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同一個民族 我都不是同一個國家 最好不要同一個國家 譬如德語 德語有四個國家 那些荷蘭那些人 哦 和比利時相處不了 那比利時 走 自己整個國家 比利時原本是荷蘭一部分 都是 即是大家習慣了 哦 相處不了啊 登開吧 沒問題的 這個大家可以做好兄弟 或者好朋友 沒問題 這個 大家的往外也都會很緊密 這個 西方國家看得很鬆的 這些東西 這個不是西班牙 西班牙就不是的 西班牙 西班牙就覺得 自古以來的領土一部分 他就要那個一部分 他沒想過就是 如果你和加特蘭分開了 可能大家的關係可能更加好 因為你沒有了壓迫與非壓迫的關係 一分鐘 加泰隆尼亞人為了做生意 我幫你西班牙扶一把都還可以 但問題是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 加特蘭尼亞這個局面 會不會繼續一直燒 然後解不了呢 天天又罷工又什麼 你知道會很影響那些廠房 一樣收不到房 收不到房的程度 比 這個 香港更加更深體育 因為香港 都沒有去到完全全都獨派 但是加特獨派就佔一個很大的上風 那些人以為 獨派的運動不會再興起 結果 那個法院判決告訴你 就上機了 然後還要有香港這個 東方就出 第一次是由東方 輸出革命去西方 去歐洲 有些人就說 沒有主席都曾經 輸出革命 第一 毛澤東那一套 不是原生的 他都是西方抄出來的 你說香港這一套 當然他有很多西方 element 但是香港那一套 你不如Bewater這個理念 是原生的 香港人 李小龍是一個美港 兩地周圍遭到的香港人 他是香港人的子女在美國生 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然後又回到香港 變成了一個這樣的 他第一次有原生的理念回去 而且不是一個暴力 或者是一些獨裁的理念 是講民主的理念 你見毛澤東那一套是一個獨裁的理念 獨裁的理念出口 中國本來是獨裁大國的 本來是 講給人聽一點 有些人說瑜伽是一種法西斯 心巧 以前的鴨衰 或者法西斯的那些 廣播 我也承認 因為他講的 什麼軍軍神神父父子子子 那一套就是法西斯 很多時候 有那種法西斯的味道 這是中國人自己不覺得 瑜伽根本是一套 有法西斯成份的物體 如果你是一個純相自仁的人 你是不會接受 一個軍軍神神父父子子子 這樣的order 這些是很 獨裁的思想 說瑜伽比法家 在我眼中兩樣都是壞 沒有分別的 你剛剛遇上一個東方國家 第一次把革命的技術 出口了去歐洲 所以你看到一個就是英國 英國就是阻塞地鐵 就是未去到打爛地鐵站的地步 但是我告訴你 遲早會有 就是說打爛地鐵站 這個打法會不會 成為日後 西方社會的一部分 我都幾肯定 它有一部分 當然香港人的理論 就說 只要地鐵站 不是可以載警察 就不應該破壞 我會這樣看的 好像那些氣候的 那些 Extinction Rebels 他們走去 塞倫敦地鐵站 那個理據 就不夠了 其實 因為你本來 如果你是一個 Climate Change 的情況 你應該是支持 那些人 但是如果你說 它 就叫做Catland 巴塞紅牙的情況 這樣 它這樣打爛地鐵站 可以不可以呢 因為 他們聽西班牙警方說 停止地鐵服務 那就變成了 那些人覺得 你正在做香港MTR 那些仆佳的事情 那我和你 和你裝修 和你的車站 那我不知道 這套東西 如果去到法蘭西 會變成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法蘭西人 就很喜歡跳閘的 很多青蛙 會不會因此 就趁機 就把閘子 拆掉了 公共交通機構 我不知道 這套東西 去到法國 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是沒得估計 因為法國人 都不可估計 這個 暫時黃三軍 因為未去到一個 東山再起的地步 所以 這個我不預計 但是 在一個 即是香港這套幾個人 周圍走的情況 是會多 而其中一個就是 打地鐵站 還有那些和理塞 和理飛 和理飛那個玩法 即是機場阻塞戰 但是那個 我可以說 因為 飛機這件事 是增加碳排放 很多環保分子眼中 Catarand 管和理塞 成功 我相信日後那些 Extinction Revit 即是那些氣候 氣候分子 會不會搞幾場 我相信會 因為那個紀錄上 講得通 即是你說 為什麼香港輸出革命 就是 很多那些 戰術的理念 香港人 就 走得 你說為什麼走得前 其實那個基礎 是來自 即是大家對法國 和德國的研究的基礎 特別是 德國的Black Block 即是香港的 打法其實是 受Black Block的影響控制 Black Block就是一個 即是你知道 德國人做事 德國曾經是一個 很激進的西德 本來就是 因為西德的無政府主義 那些極左思潮 那些 學運的本來就是很厲害 西德 那時候 德國人做事 就是 很多技術上 可以做得到的 他都會盡量做 即是他技術上要防衛 那些他一定會充分思考 即是他不像法國 法國多少有一個浪漫主義 但是德國就多少是有實用主義的 即是好像做工程那樣做 而 香港人就將德國這一套 發展出來 所以就變成要帶技術 要帶技術 怎樣去解決 他會出去打問題 或者 tear gas problem 香港是好像一個個 task Task-Orientic 的社交運動 即是你跟別人 可以拿出不同的 task 然後去做 collaboration 所以為什麼可以做到無大台 就是 因為他是 break down 到每一個 task 你當那些東西 變成一個 task 的時候 你不一定需要大台 然後 譬如說 流水式 Bewater Bewater 是一個隨經應變的玩法 這些東西 會 這次香港是會影響到歐洲的 其實是 而歐洲怎樣去 回應或者解決問題 也都某個程序 會看回香港怎樣 回應 所以你看到封網 西班牙就立即想到是封網 但是當然封網 我可以說是在歐洲 因為歐洲 我很容易VPN 第一 第二 封網這個行為 本身是可以在EHR被挑戰的 因為 你現在是不是真的 國家安全到這個地步 先 如果你這樣解得通的話 你這個世界就很危險 我可以說 歐洲就很危險 不是的 民主開笑 我是叫人去遊行 你不是這樣封的 你這樣封也不一定有用 因為整個歐洲都是VPN 而且 歐洲要解決的問題很簡單 你封網 就是國外的電訊商 你不可以封其他EU國家 Member's Day的電話幕 我整班人去隔壁法國買一大堆SIM卡 或者找人去荷蘭買一堆SIM卡 荷蘭的SIM卡沒有登記的 一般都 好了 我在荷蘭買一堆SIM卡 然後我自己拿回來卡特蘭用 你猜有沒有用 你查不到荷蘭那裡 這個西班牙政府 我告訴你 西班牙政府 西班牙不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所以香港人也要看著卡特蘭 他怎麼打 因為卡特蘭 沒有什麼程度上 加特蘭利亞人 有一些打法上 他是改進了 有改進的 香港可以看回別人的 改進的版本 譬如你說 基礎阻塞戰 他是有改進的 因為我相信兩隻 是會相互參考的 最後 接著 可能對歐洲來說 其實現在如下挑戰 卡特蘭的問題 最難解 第一就是西班牙問題 第二就是 那個 究竟歐盟國家外部的 分離主義思條 如何處理 不過我來說 總之大家自然是歐盟的話 沒有說有問題 譬如說 斯克蘭要尋求 referendum獨立 如果要under referendum 其實會不會開補到 EU member 其實唯一一個反對 斯克蘭 保留EU member 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真的是一個問題之源 我眼中 因為那些人會這樣 以及那些人的社會福利 那些錯誤 那麼 我會這樣看的 就是 但是 加太雄的這個問題 可能最終都是會迫歐盟 去intervent 但是他們現在暫時沒有 而且Brisid 太惡搞了 Brisid 我相信 至少 如果歐洲國家領 就要介入 要等到Brisid 國會的調 明天暗了幾位置 那你說 明天Brisid 會不會過到 那個調 別玩了 DLP DLP 不跟你玩 那DLP 就沒有DLP 過會很難過的 Brisid 如果工黨有人走去投 的話 你也要數多少票 Brisid Brisid 是要原本保守黨的票 齊齊齊 再加DLP 如果DLP不行 再額外叫 這個 Rabor的票 座底叫了幾十張 你才能夠 擔保可以過 問題 這個是技術上 做不到的 Brisid 所以我可以相信 明天 星期六 歷史性表決 否決 一否決 跟著就要求 三名extension 這個extension 應該是 以一個referendum 或者以一個 general election 結束 但是問題 Brisid 想不想general election 但是我相信Boris Johnson 未必會是general election 因為 general election的結果 其實就很大機會 保守黨就會輸 因為 你無法解決 Brisid Boris Johnson 就說 我很勇敢 我真的會忍耐某些人 但是 他看清楚自己的提出 提出 更差 Irish Black Stop Irish Black Stop 那個 如果不是外國人 我反對 其實很多人都會守 有的 是因為 他沒有想到 他們是group fighter agreement 這個element 這個就永遠都解決不了 這件事 我相信 歐洲解決了 英國問題之後 Catargan的問題 他就要想 而 歐洲如何處理Catargan的問題 其實 都是一個指標 但是你說 會不會香港人支持Catargan 所以就不會影響歐洲支持香港 就不會的 另一件事 因為那個是涉及 你記住 歐洲的民意 和歐洲的政客的那樣是不同的 而歐洲的政客 都要看民意做的 即是 西班牙政府這樣做 遲早會有backfire 你這樣買德國 我看到西班牙有些 比如火腿那些 以前買得很貴的 一個星期前都買得很貴 這幾個星期大減價 因為突然少了很多人買 那些人不懂得看的嗎 那些人都會看新聞的 這也是大新聞 那我第二節就講到這裡 那明天再見 加油 開始 加油 開始